緬甸官員說他們已經就緬甸軍隊 在若開邦的行為展開內部的調查 緬甸軍隊被指控為羅興亞穆斯林少數民族 是犯下廣泛的暴行 自從今年8月以來 已經有幾十萬的羅興亞人 逃到鄰國盲格拉 目前還未清楚緬甸軍方 將在何時公布調查的結果 軍方在聲明當中說 他們有全面的資訊之後 將會正式公布這份調查報告 在場人道危機日益加劇之際 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呼籲讓出逃的羅興亞穆斯林 得以重返他們在若開邦的家園 安南最近擔任一個有關緬甸危機的委員會負責人 安南星期五在聯合國安理會 一個不公開的會議當中說 羅興亞人需要援助 讓他們能夠重回家園 而不是將他們送到難民營 英國和法國駐聯合國代表 對敦促緬甸當局 將承諾是付諸行動 終止暴力 創造數十萬羅興亞難民得以重返家園 法國駐聯合國代表德拉特說 這個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民族清洗 而緬甸官員就堅決否認多國官員的指稱 逃跑的羅興亞人說 緬甸軍隊在北部若開邦 焚燒他們的村莊 強姦 殺戮 搶劫 並且埋設地雷 阻止他們返回家園 英國駐聯合國代表 李克羅夫特星期五對記者說 他們是聽到 昂山素姬在講話當中 提到有關 怎樣打造這個 長期未來的trouble的想法 他們將密切注視 是昂山素姬要將延遲付諸行動的進展 53萬6千多名的羅興亞人 過去七個星期以來 為了逃避緬甸政府軍 對他們的鎮壓越境逃到孟格拉 羅興亞的激進分子此前 對緬甸保安部隊發動了造成人員死傷的攻擊 對好 這個因為 優惠甸保安部隊發動了 但是 馬協Up 在興建的 中間 日本李克蘭